2011年 已经到了尾声 在这个尾声中间 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呢 就是12月17号 是胡适的生日 胡适是 1891年生的 到今年 刚好120岁 所以胡适的120岁 在台湾 在香港 都有庆祝的活动 在大陆方面 今年早在 这个五六月的时候 大陆的这个负责人 就是过去的 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长 耿云志先生 他是编胡适的著作 非常努力的 也有贡献的 所以由他是领导 开了一个大会 在南京 美国 香港 台湾 都有人去参加 在上海的 东方早报 已经今年庆祝了 卢逊的 一百三十周年 因为卢逊是 1881年 比胡适大十岁 出生的 今年刚好 一百三十岁 东方早报 对这两个人 都有纪念 关于胡适一方面 他们也访问了我 所以我想 我应该 借这个机会 也谈一谈 这两个人 只能简单的 谈在这里 我们知道 胡适跟 鲁迅 同时都是 所谓 无私运动的领袖人物 精神领袖 思想领袖 或者是至少 是文学上的领袖 鲁迅可以说 是文学上的领袖 他的这个小说 大家公认是最好的 他的散文 杂文 也非常深刻的 所以影响了很多年 差不多近百年来 这个鲁迅 是一个很重要的 文学作家 影响很大 但他这个影响很复杂 这主要是 中国中国这个 共产党左派 要怕他捧为圣人 甚至于要拿他 来打倒胡适 把他把这个 鲁迅就变成 这个共产党的 这个代言人了 所以在共产党 这几十年来 甚至于从延安开始 就有鲁迅学院 就变成 鲁迅就变成一个 精神领袖 是中国这个 一个现代的文化的代表人物 他们用鲁迅来取代一切 就是说他一切都是革命的 今天我们看到 大陆的大学 中学 各种教科书上 鲁迅的作品 选入的非常多 所以鲁迅在中国 是无人不知的一个名字 可是相反的 胡适从1949以后 因为他反共的原因 因为他提倡民主 提倡自由 这些普世价值 跟共产党的这个意识形态 完全这个相反 所以不但受到冷落 他的书根本不准在街上流行 尤其在50年代 又发生了这个批判 胡适的大运动 所以这两个对比以后 照说是鲁迅应该热闹 胡适应该比较冷落 可是恰恰相反 自从差不多毛泽东死了以后 思想再度解放 也就是大概从1977年左右开始 胡适的这个作品 在大陆也可以出现了 从前没有出版的东西 在大陆的杂志上也出现了 今天好像胡适还是比较 鲁迅还要热闹一点 这个原因当然是因为 第一是共产党对于鲁迅 表面是毛泽东很尊敬的 可是毛泽东有一句话 后来大家传出来 人人都知道 就是说鲁迅在今天 如果人家问鲁迅今天 应该怎么样 毛泽东说或者就是规规矩矩 不说话 或者就坐监老 就换句话说 他不能再写杂文讽刺新社会 讽刺共产党 领导下的社会 所以这样一来 鲁迅我是觉得 从一个非常高的地位 慢慢有点衰落 尤其是过去崇拜过他的人 还有一位是 跟胡逢有关系的 叫做舒吴 这舒服是安徽同城人 姓方叫方介 方管 他这三个人 我都看过他们写的文章 最初都是 说他们最初都是 拥护 这个鲁迅 反对 这个胡适的 可是他今天 他们在死以前不久 都表示说 胡适可能比 鲁迅更有意义 更重要 在今天 还有意义一些 所以有一种 回向鲁迅的运动 在中国晕嚷 也有几十年了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胡适还有他的生命 胡适的 这个著作的生命 不是在他研究 这个 过故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后来 后来人超过他了 可是 在政治上 他是维护 民主 自由 人权 个人尊严 以及这个 全民选举 种种 是最有利的人 另外一方面 他又 觉得个人 非常重要 所以他 当时有许多人说 尤其是左派的说 我们要 这个一个 强大的中国 一个建国 就必须要 牺牲个人自由 牺牲个人的权利 在胡适认为 这是 恰恰相反的 他认为 这个一个 个人的自由 跟这个 国家的自由 并不冲突 只有个人有的自由 这国家才真有自由 所以他认为 要争取 人格 也是自己的人格 最重要 个人人格 很重要 个人人格 所有 每个中国人 都有很高的人格 这个国家 自然有人格 所以自由平等 他说 自由平等的国家 他不是一群奴才 可以建造起来的 我觉得他这几句话 到今天 还有很重大的意义 所以从这个一方面讲 他比鲁迅 更有长远的意义 鲁迅在摧毁 旧中国的时候 发挥的作用 可能大一些 可是鲁迅 没有积极地 提出他的理想来 也没有维护任何 我们所说的 普世价值 所以这两个 对比之下 我觉得胡适的意义 还更长远 我们就用这几句话 介绍胡适 即将到来的 一百二十岁的生日